大家好 有一分证据 说一分话 我是童文勋 这一集呢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严肃地来看待它 那总共有几个主角呢 我觉得第一个是官员嘛 你掌管劳动力的问题 劳动部 这个劳动部部长啊 许明春在面对 我们的旅游业 旅馆业 诉求说我们缺工 防务员薪水挂出去 说薪水到三万八 都没有人来应征 这完全是缺工的问题 结果我们的劳动部长说 哎呀 你就算是用移工也没有比较便宜 完全是缺工的状态 你不帮忙解决 那为什么移工会很贵呢 我们在民国78年的时候 要开放外劳到今天为止在立法院的立法理由里面 做的研究报告里面 都还是这样白纸黑字的写 我们就是为了要引进廉价的劳动力 来解决台湾底层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然后维系台湾的竞争力 不要让产业为了要跟国际竞争 所以随着国际竞争的潮流 必须要移动你的产业到别的国家去 你移动你的产业到别的国家去 整个产业链外移的时候 国内税收减少 工作机会减少 广告减少 一连串的影响 到最后我们连媒体都会失真 整个国力的断送 你的软实力 你的韧性经济通通都断送 你今天从头来说 我要重建一个韧性经济 用砸钱的方式 要建立韧性经济 怎么建立 根本的基础被你打掉了 那今天终于轮到旅馆业了 旅馆业说我缺防护员 你不能给我防护员吗 劳动部没有要给他 反而替他去担心 你这样成本这样算 你也没有比较便宜 干嘛要请外劳呢 请本劳 问题就没有劳工 现在旅馆业普遍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要入住饭店的时候 本来通常比较严重的时候 通常下午一两点 就可以check in了 对不对 因为早上十一点check out 有的人还比较早离开 可能七八点他就有别的行程 就已经离开了 吃完早餐就离开了 防御员就可以开始整理嘛 比较晚离开的可能到十二点 他才check out 比较晚 可是下午一两点也可以整理完 所以从早上到下午一两点中间 那通常有时候你去check in的时候 他说房间已经整理好 可以提前给你 所以不到十二点就可以入住房间 整理一下休息一下 然后开始进行接下来的行程 今天不是 今天已经非常普遍了 我在上个月 去住过台中的饭店 结果呢 他要到下午四五点才可以check in 为什么 房屋员不够 我们理解 所以你的行李就必须要放在柜台 然后呢 再入住 可是第二天什么时候要check out呢 对不起 十一点要check out 所以他告诉你说没有关系 我们的饭店的设施 你还是可以使用 但你不方便啊 你行李不能打开啊 出外的时候 其实很多东西都非常整齐的 都放在行李里面 包括换席的衣物 所以这种旅游的经验 事实上是很不舒适的 那旅游业已经普遍出现这个问题 不止台湾啊 澎湖也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结果你不解决它 反而在旁边酸言酸语 就这样的事件 我发现说另外还有个主角 就是一般的网民 变成酸民了 酸民怎么说啊 你给这个总经理的薪水 你就可以请得到工人了 真的吗 请一发总经理的薪水 就可以找到工人了 那请问我们这些年轻人 你有必要让他去做这种 没有前途的工作吗 什么叫没有前途的工作 防务员不在薪劳 其实他也不是太大 太重的劳动力 你就是换床单 对不对 推着一个推车嘛 换床单 然后杯子应该要补充的咖啡啦 茶包啦 吸地板 清理浴室 这不是非常辛苦的工作 但是他很无聊 整理王这一间讲求速度 整理完整理另外一间 日复一日做同样的工作 大家未来的升迁忌讳在哪里 你说我从底层干起 我很务实 明年我可以升迁到什么 防务员的leader吗 然后之后我有机会变成是 整个饭店的总经理吗 如果没有 你日复一日做同样的工作 做得再好你还是防务员呢 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年轻人 去做这样的一个 没有前景的工作吗 还是 不需要语言沟通能力 他只要把事情做好 你去请国外的劳动力过来 做完这些工作之后 他就可以休息了 一样嘛 他也有工时的要求嘛 他就可以滑滑他的手机啊 跟家人联系啊 上网啊 这种工作适合什么样的人 本来就有他的 天生适合的 这种适应性 那你说不行 本来外交心智一定要挂钩 好这个才是人权 我就觉得在这点上面 我们完全比不上新加坡 我曾经问新加坡的官员 说你们为什么有办法 从美金三百到五百到八百 按不同的工人的能力 有的会讲英文有的不行啊 他会被照顾病人 他会被收拾家庭 有训练到没有训练 不同的价格 引进这些工人 本来外劳薪资没有挂钩 你们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 他说很简单啊 国民有需求 他才会申请外劳 对不对 有需求就应该要给他 你有需求不给他 这是不对的 再来 为什么薪资要挂钩呢 我们大学毕业生 从毕业起薪七万八万台币 因为他能做的事情不一样啊 你把他薪资挂钩 会造成我们本劳的薪水会变低嘛 你们台湾真的是本劳外 要薪资挂钩吗 我说是啊 他说那你是在开庙吗 那我想要问问大家 我们是在开庙吗 酸民在讲的 用总经营的薪水去选房务员吗 你就不管这个企业能不能经营的下去 你也要管一下 你在台湾国内旅游的时候 整个成本总加总算起来的时候 那你住一晚的费用要多少 都不用管 只管栓言栓语就好了 难怪我现在看淑本华的书 他在两百年前都这样讲了 当他的书后来他真的成名了之后 是在这个十八世纪 十九世纪 可是对于一百多年前 将近两百年前的德国 淑本华就说了 事实上有五分之四以上的人 是不值得对话的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思维判断的能力 可是很不幸的 在今天的网络的世界 在Web 2.0的世界 我们会在社群媒体会 看到这些言语会一直跳出来 这真的是很可悲 我们对这些酸民应该要怎么对待呢 我觉得他们只值得 就像淑本华所说的 他们只值得得到鄙视而已 下一段进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除了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 其实所有事情都是将本求利 那你怎么有办法一直亏损下去 没有办法嘛 所以不要获取暴利 你获取暴利 CP值不好 你马上会得到客数 或是有人跟你做一个恶评擦评嘛 所以为什么我们住一个旅馆之后 我们要去评价他 我们去一个餐厅之后 为什么要去评价他 希望他更进步嘛 然后得到好的服务 你希望肯定他嘛 可是我们今天如果说 你房屋员给的薪水就是太低了 所以才没有人要去啊 问题不在这里 问题在这个房屋员的工作 不应该让台湾的年轻人去做 那你说二度就业的人去做 OK啦 如果有人要二度就业 然后觉得这种 没有前景的 Routine的工作很无聊 就是每天做同样的工作 是OK的话 我觉得也蛮好的 可是现在 他把薪水提高到房屋员 三万八千块都没有人要去 所以显现一件事情 我们根本的问题在于缺工 而不是工种的类别没有人要 根本的问题在缺工 而且根本的问题 你不应该让我们的学生 都是大学生毕业 然后你让他去做一辈子的房屋员 要的话你自己小孩 你让你自己小孩去做好了 或是你自己本人去做 不要当酸民 自己去做 你为什么明明国际市场 有这么多的动力 他们愿意来台湾 你不开放 你让缺工的继续缺工 你让品质没有办法提升 然后你让我们台湾 长期低薪变成果池 然后继续骗大家 只要外来进来 就会跟我们竞争 怎么样 工作机会 工作机会在那里 没有人要做 是吗 不是 是根本没有人 我们基本上就是缺工 而且你原来的训练 就不应该让这些完成大学 专业的训练知识之后 你让他去当房屋员 什么叫做 这个 你 学有专长 学以致用 其实我们今天学的是观光旅游课 这个科系的学生出来 去饭店打工或实习 房屋员的工作 都只是他实习的一环而已 而不是未来的工作的项目 你可以借重别人 你可以怎么样 我们讲草船借鉴 我们长期出生率这么的低 所以我们的人口是不够的 这么珍贵的珍稀的人口资源 你应该把它放在哪里 放在管理的阶层 他们可以学习 他们可以往更高阶的管理的阶层去走 那底层劳动力要怎么充足它 外界 从国外引进 新加坡可以管理好 我们怎么可能管理不好 香港也可以管理好 韩国也可以管理好 日本也可以管理好 为什么我们管理不好 关键不在我们没有管理的能力 关键在我们的政府 不管蓝绿 在谈到外劳这个问题上面 其实现在大家都很清楚 有人在分时这块大笔 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愿意解决 解决很简单嘛 你开放就好了嘛 或者我们不要说我们普遍的开放 我们就开放一定的额度 以新加坡来说 他们超过三成 是由国外的劳动力来支撑的 不止三成 480万里面的180万 那我们呢 我们到现在大概就是 全部的劳动人口 全部的人口 两千三百万人 大概是4%左右吧 不到4% 3%多 你跟人家差了十几倍的劳动力 那我们也不要开放到那么多 其实台湾只要开放 大概10%左右 引进外劳 然后要好好的管理 工种之间不能流动 你要签什么合约进来 你就要遵守那个合约 否则的话 请你回去 你要解约就回去 不能就地转工种 不然的话你就会利用 容易申请的 大家有意愿的 有渴求工人的 这个领域的 比如说长照 当做跳板 然后转到别的工种去 好 现在劳动部说 我们已经锁住了那个工种了 不准他自动 自由流动了 可是为什么外劳 逃逸外劳的 这个数字 剧烈的增长呢 很简单 有人在协助 然后有人在接黑工 那为什么会有人协助 有人接黑工呢 因为还有别的领域缺工 然后你不给他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开放 解决逃逸的问题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开放 有需求的人就可以申请 申请之后管理好他 你可以增加管理人员 你可以增加政府的人员 你可以增加警力 就是在协助这一块的管理 你是不是又增加了 台湾的就业机会 然后人力都充足了 就要重罚 敢接黑工的 通通都重罚 判刑 而且不可以缓刑 那谁还敢接黑工 你有需求就可以申请 走合法的管道 没有人接黑工 就没有逃逸的外劳了 所以所有的管制的问题 都会产生罪恶 而这个罪恶已经 延宕这么多年 损害台湾的国力 我们的韧性 我们的软实力 通通都被打败了 然后不管哪一个政府 不分蓝绿 就是不解决 因为有人在分食那一块大饼 少数的大小政客 一小撮人 为了那一块经济 那块大饼 形成他们的小共荣圈 损害的是全民的利益 损害的是国家的未来 我们在那边 讲了这么多年了 终于 有人开始呼应了 最近 超派人生 超哥来 专访我跟张晏老师 所以那一集 我推荐大家去看 我们会在社群里面 做分享 那希望大家去支持 有更多的媒体人 YouTuber 愿意来关心这件事情 一定要形成集体的力量 共同来给政府压力 才能造成改变 如果 我们都被政府骗 我们被特殊的利益团体来欺骗 假劳团来欺骗 嘴巴讲人权 事实上 践踏的是台湾的雇主的人权 每次劳检 都是关心 外劳有没有被虐待 那你有没有人关心过 本国的雇主 有没有被虐待呢 这是一个荒谬的世界 这真的是一个荒谬的政府 我还是要讲一句话 唯有政党轮替 唯有全民 清醒 成为一个合格的 可以监督政府的公民 这个政府才会往正向的方向来转变 我们也才有办法获得真正的幸福 下一集见 最佳的都是 正刚我猜中去继续 室与 大一 Ros 大王 最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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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